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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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泡沫像一个陕西的名片一样 包含五千年印记的 好多旅游公司 礼品公司 他们都要求给他提供这个作品 其实 弹雕由来已久 远在明清时期 我国民间每逢喜庆欢喜 祝福庆寿 喜得贵子都有赠送红鸡蛋的习俗 后来人们又在彩蛋上绘制雕刻 花鸟 鱼虫 蝶朴等图案 形成了颇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的淡雕艺术品 而西方的淡雕源于诸世纪的复活节彩蛋 有新生重生之意 后来成了复活节 圣诞节的吉祥物 近些年 淡雕艺术在中西方逐渐兴盛起来 选材和形式多样 主要选用鸽子 鸡 鸭 鹅 鸵鸟等取鸟蛋 像文福良的这个作品《福寿满堂》是用鹅蛋和鸡蛋线套雕刻成的 鹅蛋 蛋壳外面雕刻的像个亭子一样 里面鸡蛋壳雕刻的像个屏风一样 青龙瓦荡 这各种十二个生肖这都在上面 最顶上还有一圈蝙蝠 这屏风上面有四个大字 福寿 福寿 这是天下第一福 圆满的寿 而且这个小字小的像什么 比那个米粒还小 这各种字体的小的福 百福百寿 一共100个福100个寿 还有这各种小孔 小孔是365个 一年365天 天天要有福 天天健康 这个转动就生生不息 生命在于运动 百里透红还是健康的意思 这是一个蛋壳上把这个各种含义的表现尽量充分 蛋壳又薄又脆 急易破碎 如何能雕着成精美的艺术品呢 首先是选好蛋 蛋壳形状要圆润 表面光滑 每次文福良都要去农户家挑选散氧鸡 火鹅的蛋 四大肥的这个蛋型特别厚 哦 特别厚 对对对 我要是挑选单身这个蛋 对对对 单身这个基本的好 单身也好 用着它不广的话 上头有点麻点的用 好好好 行 行 行 走 蛋壳清洗后要清空蛋液 文福良摸索出了转蛋不转刀的方法 将蛋壳底部凿个小洞 再用电钻扩大一些 接着利用空气对流的原理将蛋液吹出 这个自己做这是咱们梁血压用的那个 血压剂那个 前面加个软管 我刚开始就是拿针管往处吸 吸了以后那个针管又不容易洗干净 一次吸一点一次吸一点很麻烦 你看这个非常顺利的 一下子它就吹干净了 把它冲洗干净 消毒液把它注码 注码以后再浸泡 用消毒液浸泡一天一夜 定稿后按照所需大小缩印 用复写纸过到蛋壳上 再反复修正才能正式雕刻 文副梁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三勤美 雕刻的话第一步先把浮雕要搞好 先从最细部的地方先刻起 因为越细 它越容易断 你必须刚开始先刻 如果没有它放到后边最后刻的话 那肯定要断掉 刚开始这个整个力量它的话都是 比较硬的好刻 刻的时候这个刀子力度一定要掌握好 用劲一大它就刻动活 每一个图案最后检查都要把灯打开 看一下它浮雕里面整个效果 你看这小点你看 像小灯一样的 淡雕常用技法有单层浮雕 多层浮雕 渐变浮雕 全镂空透雕 在浮雕层上镂空雕 孔雕等 整个作品浮雕完成了 才能做镂空雕 万丈光芒 如果你用线条直接把它一下刻透 那就容易断 用小孔来表现 它的美感又好 而且就符合它这个力学结构 它不容易破损 不容易断 这是一种 比较孔雕 是否自己这么给它命名的 但是这个效果非常好 特别精细的地方 就要用这个 把这个带上 这是个放大镜 要不然我自己都看不清楚了 这个是接近微调 但是你要在这个技术上尽量的往细的刻 它就接近微调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大桥 你看这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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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就是一毫米 整个一个人物不到一个指甲盖到 这安塞要古这几个字 你看 也就是米粒这么大 这一笔一画 你得把它写清楚 弹雕没有现成的工具 这些刻刀 电钻 都是文福良自己改造而成的 有些钻头 比头发丝还细的多 像三秦梅这样复杂的作品 文福良需要十多天才能雕刻完 而一些图案简单的作品也需要四五天 尽管文福良既已精湛 但是一刀刻断 前功尽弃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眼看眼看的课程 你看 一刀不合适 帮人一下子 整个就报废了 哎呀心跳的就发现缓不过劲 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打了这个这个预防针 就是这么这个作品不管多少 我成功百分之七十八十 这就该满足了 不要自己给自己定位不要太高 太高了 反而自己最后受不了那种打击 为了增强观赏效果 文福良在一些作品里装置了LED灯 有单色的也有多色的 像作品舍利之光 由于使用多彩灯光 增强了法门似神秘的色彩 文福良在图案设计形式上大量吸收剪纸 皮影 木雕 板画 书法等不同艺术门类的表现手法 共创作了200多件淡雕作品 题材内容丰富多样 寓意深刻 代表作有金剧莲谱 皮影头茶 生肖巨福 花卉 马道成功 母牛献瑞 福寿满堂 盐安颂 三秦美 奥运福娃 世博之光 世纪春灰等 四路花语是文福良最近创作的 形象生动的展示了古代中西方的交流沟通 以及丝绸之路的漫长艰险 最前面这个主图这是大唐西市 这个中心塔楼两边两个支楼 整个丝绸之路像一个彩带 首位相接的彩带 一望无际的沙漠 上面这个曾连叠仗的这个是高山 无数的骆驼 骏马 还有丝路使者 在整个思路上 各国人民加深团结 加深友谊 文福良主要用鸡蛋和鹅蛋壳雕刻 他小时候就以蛋雕结缘 每次都对庆祝生日的鸡蛋爱不释手 在蛋壳上反复擦擦画画 为了酷爱的艺术 1990年文福良离开了待遇优厚的银行 调到先是翠华工忙公司 专职从事传统工艺屏风和木盒的设计制作 并开始研究制作蛋雕 1995年单位改制文福良离港后回到了出生地杨岭 他抱着浓厚的兴趣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蛋雕的研究制作中 起初练手一时每天蛋液如何处理都成了负担 你像最开始那个蛋清蛋黄那个根本吃不了 那一天有十几个二十个不停的课 那都是把那个挤出来这一家送一瓶 那一家送一瓶 亲戚朋友邻居左邻右舍 都是都吃遍了 最后你送都送不出去 哎呀我还没吃完呢上一次的还有 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创作 文福良的蛋雕技艺已经十分精湛 雕刻出了一个个徐徐如生精妙绝伦的蛋雕艺术精品 多次夺得中国工艺美术界最高奖百花奖奖项 成为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如今让文福良最操心的是蛋雕的传承 说老实话 我的这个子女他们这个性格爱好都不都不喜欢搞这个 这几年前后招了好几个五六个徒弟 最长的都干了三个月 短的干十天八天 越复杂越精细 刻刻就断 很多年轻人就没这个耐心坚持不下来 出自大俗成于大雅 文福良的蛋雕作品设计独特制作精良 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记忆相结合 使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提升 目前他是中国唯一获得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蛋雕艺术家 并被中国外交部指定为国兵礼品专家 他希望年轻一代把地门记忆传承下去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